首先要明确的是 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 有着本质区别 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 最根本的不同在于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而乌克兰问题呢 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 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乌克兰问题上 反复强调主权的原则 但在台湾问题上 却不断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台海局势面临紧张 根源在哪里 事实很清楚 就在于民进党当局 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现状 通过大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歪曲台湾的历史 割裂台湾的根脉 到头来必将葬送台湾的未来 而美国一些势力 为了遏制中国的振兴 纵容鼓动台独势力发展 挑战和掏空一中原则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不仅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 也将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我要强调的是 海峡两岸 历史同源 文化同根 同属一中 台湾的前途希望 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在于实现国家的统一 而不是依靠什么外部的空头支票 侠阳谋独没有出路 以台治华注定失败 台湾终将会回到祖国的怀抱